CBA常规赛,吉林主场迎战青岛 两队目前皆是三胜两负 而且吉林三连胜,世纪正旺 比赛开始,琼斯一攻一传为吉林开局 但王瑞泽接连三季三分命中 青岛一波15比0,直接建立双位数领先 琼斯手感有下降 维瑟斯旁里突外头,很快上双 青岛首节领先10分 四节琼斯接连内线突破 加上串联带队一度追到差两分 但青岛接连罚球回应7比0稳住局势 半场青岛继续领先9分 下半场吉林连中三季三分一度追平比分 杨汉森攻防两端止血 吕俊虎接连外线发炮稳住局势 三节青岛还领先10分 末节青岛依靠外线3分继续拉开比分 随后青岛牢牢掌握住10分左右领先 最终青岛92比85立刻吉林 终结对手三连胜 再跟球资这边 就是这个节奏 一共一大两个 乔中受到了防守的干扰 小快进攻 这个球员应好 自己直接来三分出场 只有三分的大客户球员 这个球员出手的奇运 现在场的效果还不错 我把他掉进来 很结实 这个球位得很舒服 这个球位得很舒服 这个球一直在瞄着自己的其他队友 这个球得过来 全程就在看着 这个球体力队防下来 但是 欲速则不达 这个球员 在王绿泽反断的助攻下 今天下半场 终于知道 火星让陈文中直接先罢了 这也是 他们在 这边 三分球 但是全世界 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这边给到底角 江雨昕的三分球 江雨昕 真是高秀的输出 这边不错 干一下 打拆 转进来 还得是王瑞泽 今天上的优势 码瓦漫的去雕瓦的성加气 尤曼自己也抛一个 这段时间 这边刚才有三个命令 但是整个的 对比上 明显是要为低次 方前保抢肌力 他最好 王瑞泽大哭泪啊 琼斯没有扑上来 王瑞泽轻松命中 这边你们自己出一个 依然是找板啊 今天他找板这一下 深得琼斯的真传 对上这次旁 想来掏 没有掏下来 球没有吹发犯规 杨汉森补兰也没得命过 吴明追上了三分 偷一个 嘉宇来人意为宝啊 今天这个比赛的 双方目前的观感 和前五楼打下来 整个来看打开大盒的 咱们联赛的改变 还是不大一样 这边端王军 关键的三分 两个比较快的端王军出完 直接对位 这边还轻松的抹过了端王军 伍拉的中距离 终于又开了一个 他就分差 端王军的上吊时间这边 牛曼两分打进 找到外向三分线的进化 青岛的通知力也是比较严密 那么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主场客战的九台农商银行 是以85比92 不敌 各场买访的青岛国心之要 country 主持人 明镜是